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 美国 进口的 一次性医疗手套 12月的数据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就是数量啊 这个数量并不是 它的种子是数量 你看到的图 是最左边的是 1月 1月 2020年 最右边的这个是 12月的 2021年 ok 就是差不多整两年了 呃 so 我们看1月2020年 主要是因为这个是差不多疫情前嘛 的 这个 quantity 就是说 美国向全世界进口的 手套的这个一次性医疗手套的 呃 数量 呀 so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 compare 正在12月啊 这个 range啊 呃 过去三四个月 它才是比过去的是更高的 更高的 呀 但是当然我不可否认呢 它的高呢 已经是 呃 慢慢的跌下来了 如果你再 compare 这个疫情的时候高的 呃 最高时候呢 现在老师讲也是跌了 ok 它的关键地是跌了 比起疫情前是跌的 但是 比较下这个 疫情前 呃 2020年1月2月呢 它才是高的 还是高大概是30%吧 呀 呃 所以需求呢 是没有 暂时是才没有跌下来 呀 美国 进口的手套呢 是没有跌下来的 啊不要忘记啊 美国进口的 美国大概是有 60%啊 全球市场大概是60% 而它的价钱呢 也是比其他的这个 呃 国家呢 是大概是多了 还愿意付更高价钱 大概是多了5% 5%吧 ASB 要你卖美国 你卖100块 可能在欧洲 你卖95块 啊这个意思 5% 所以它是全球必争的市场 而我们呢 也是用美国市场呢 来看一下 呃 大马啦 中国啦 泰国的啊这些 啊竞争能力 呃 这边有颜色嘛 蓝色的呢 就是马来西亚 橙色的是中国 灰色的是泰国 而这个黄色就是其他国家 so 你也是可以看到 马来西亚呢 呀 数量啊 还是比 呃 还是更加多 呃 中国呢还是维持在这个数量里面 ok 啊 中国好像数量还是比较少一点 呀 ok 你们可以看到啊 这边是很简单的 一个数字 这个图呢 意思是说 现在美国进口的这个手一次性医疗手套呢 还是处于高位 呃 当时呢 需求还是蛮大的 ok 这个就是呃 message 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他的这个value啊 value就是说 他付多少钱 美国付多少钱 这个是custom value 不是他最后的这个啊 end user price 呀 相差很远的 这个value呢 是才没有被抽税的value啊 就说美国才没有抽税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 美国在12月的时候呢 就要向中国的一次性医疗手套呢 抽税啊 ok 如果没有记错 是抽15到28吧 我忘记多少了 大概是有一个数字的 也不跑 也大概是15%以上 ok so 这个呢 表的是custom value 是还没有抽税的 ok 也就是说他抽了税之后 美国的手套 啊 中国手套进口之后呢 然后要拿到去市场上之前呢 还要给这个进口税 然后大概是10到20% ok 它的value呢 当然就是说美金啊 他 真正用钱 跟全世界买手套的钱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老实讲 从最高峰呢 这边呢 已经是跌下来了啊 而且现在是每一个月都跌的 ok 每一个都跌 这个是五口否认 如果我们去看回Hatta的这个ASP呢 价钱呢 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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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也是说 他的这个ASP是一直跌的 ok 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个 重要的是说 他才是比一金钱 看到吗 这个 这个 多了一倍啊 就说他的ASP还是多一倍的 ok 啊 quantity是差不多嘛 所以价钱呢 才是维持在高回 啊这个就是message 另外一个message呢 呃 马来西亚呢才是最大的这个 啊 market share 啊 最大的market share 嗯 所以这个是value 所以要记得这个是custom value 是才没有投税的 ok 还是比一金钱多了差不多一倍 这个也是这个是第二点 呃 第三点呢就是 44它的这个总值呢 还是在下跌走 compare它的这个quantity 这个是下的比较大的 是比较厉害 呀 但是才是在一金钱 差不多一倍 ok 这个就是message 第三个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ASP 大家都有兴趣知道的 这边呢 我就放1月跟2月的ASP 最尾呢是12月的 ok 现在老实讲呢 呃 中国 对比马来西亚跟泰国呢 还是最便宜的 33块美金嘛 这是 马来西亚就最贵的 大概是48块美金 泰国是43块 average来呢大概是42块 呀 42块 对比之前的这个一金钱呢 大概是20多块 22块左右啊 还是多了一倍 还是多了一倍 啊 ASP 对美国的还是蛮高的 ok 蛮高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呢 呃 中国 三块嘛 是不是 记得刚才我讲什么东西 我讲说 这个是没有包括 入口税的 所以如果你加上入口税 比如说 20%的话呢 他卖出的价钱呢 老实讲是跟马来西亚是 便宜不了多少 ok 便宜不了多少 ok ok 这个就是ASP 呃 ASP要看的东西 ASP下跌的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个 小姐都知道的东西 ok 这个不用多讲了 要讲的东西是说 呃 马来西亚的市场 有没有被人家抢到 这个就是 呃 很多很多分析员讲的东西嘛 美国 所以呃 中国已经打败 马来西亚 要抢市场了 要卖很便宜 卖很便宜也是事实啊 卖很便宜是事实啊 ok 在其他市场 如果比如说 英美呢 所以呃 欧洲呢 他没有偷税嘛 肯定是卖便宜过 马来西亚的 很多的 但是重点是 刚才我已经讲了 真正的战产呢 是在美国市场 ok 抢到美国市场的话 其他的也不是问题了啊 而且你的这个capacity 也不可能 供应全世界嘛 所以我们就 马来西亚是要去抢 最好 最贵的市场就是美国啊 中国也是这样子想的 泰国也是这样子想 全世界的手套公司 都是同一抱着同一个思想 要抢呢 就一定要抢美国市场 所以之前 Tockroft是去买美国市场之后 你看他的那个业绩 跌得很惨 现在呢 Supermax又跌下来了 ok 但是主要呢 如果你看回quantity 跟这个 这个什么 还有这个 这个 value呢 你知道 Supermax 在美国市场 其他马来西亚手套股呢 已经把它抢回来的 ok 这个也是一个 message ok 这个ASP 重点是说 它的这个ASP呢 最比这个 1月2月的时候 2020年啊 还是多了一倍 ok 现在我们去看最重要的 就是 market share 这个 这个是value啊 Aging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然在中国 如果他没有开始 啊 大量生产 淘汰的时候呢 马来西亚大概是占了 大概是80%啊 不可否认啊 然后呢 他就一直跌嘛 这个跌呢 老实讲 不是因为 啊 不是因为马来西亚失去市场 主要是因为他供应不来 如果你看回我们刚才那个quantity 跟thevalue 他都没有这么多for嘛 不肯定就 提债的产家有这些for的 他就去抢这个剩下来的市场 所以就 看到了market share呢 也就跌下来 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market share啊 如果你有多marketing的话 你就明白这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现在全部全部手套产 都要加他们的这个capacity嘛 主要原因就是 要抢市场 我有 我有 我有需求你没有for的话 你的市场呢 就会给人家拿去 就是这么简单罢了 ok 啊 当然另外一件事情 中国也是大量的生产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啊 中国不只是银科啊 中国其他抽套股也是啊 你看他的市场啊 可以注意安全 这边很大的吗 很多 可以来多 ok 而且到这边说更多 为什么这个时候更多呢 啊 如果你记得的话 这个时候就是马来西亚mco 之后 马来西亚 要卖都没有货卖给人家 就给中国抢了一些市场 抢了 看到吗 因为中国有货嘛 马来西亚没有货的话 就抢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说 他抢了之后 他不可以维持 看到吗 这蓝色的线是越来越高的 橙色的是中国啊 马来西亚是蓝色的 你看它越来越高 ok 你可以看到他 这个近期的也是高 这个时候是另外一个mco 那个时候是在七八月之后 看到吗 他也是一直抢回市场 另外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他这个 Hatta也好 Supermax也好 Cosan也好 Capacity也是狂充嘛 所以现在有货了的话呢 他的市场也是越来越多 别忘记啊 这一个啊 这个2020的这个value啊 对比这一个value啊 才是多两倍的啊 ok 比如说我这边100块 现在这边是200块了 我100块 我有80% 我是赚80块 ok 我有200块 但是我赚70% 是多少钱 是140块啊 140块 对比80块啊 还是多很多的啊 这是percentage啊 你看这个是percentage 我跟你讲的是 actual value 所以 有时候你们看这些数字呢 很容易呢 就被人 误导 呀 很多来跟你讲的数字呢 是 选择性的讲 要跟你讲的东西 比如说percentage 比如说value 比如说 有没有抽税 你可以讲说 你也是可以说 我不要看value 我要看 quantity 的市场也是可以的 所以很多数字可以讲的啦 很多数字可以讲的 他可以选择性的跟你讲 ok 所以你要小心去过日 要自己去度力思考 然后才去看一下 比如说我讲的东西 你也不要相信哦 你也要自己去思考一下 我讲的对不对 ok ok summer line 一下 这边是最左 左边的是201月的 ok 它的市场呢 比如说 现在比现在呢 才是少一倍的 ok 然后讲了咯 如果这是100块的话 这边是200块 你80%的话 你拿80块 你拿70% 你一次拿140块啊 80块跟140块 相差很远的啊 还是多一倍的 所以我的市场分割是少的 80%跌到20% 80% 跌到70%嘛 这个就是人家跟你讲的 80%跌到70%了 市场肯定要强了 当然啦 但是问题是 就是我拿到的钱 我之前拿50块哦 我之前拿50块哦 现在我来50块哦 所以比较多 这个要思考一下 ok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马来西亚呢 也是 慢慢的 把这个市场呢 慢慢的抢回来 因为已经有货了嘛 你看一下那个ASP 就算中国呢 它的这个ASP是比马来西亚低的 它才是 看到吗 这个Value 它才是上升的 看到吗 所以说美国的人 美国的公司愿意跟马来西亚买手套 啊 老实讲 中国这边这几个月呢 他也是没有在多少 那时间呢 啊跟你讲啦 泰国 泰国市场 有点被 啊 中国抢掉了啊 这个要小心一点 你看 你看 他是抢的 你看啊 这个是 这一个是 啊 泰国啊 泰国的是 慢慢少的 慢慢少 马来西亚是增加的 所以 被吃掉的其实是 呃 泰国的市场 ok 当然 呃 这个是现价的数字 这个 现在 手套 手套给的 quotation呢 是要三个月之后才送出去吧 所以他们也是起货 所以现在三个月的价钱 可能不一样啊 这个我们不知道 我们那时候才知道 呀 这个就是 呃 我想跟你们分享的 market share ASB quantity 呃 美国进口的数量 跟这些啊 中国跟马来西亚的这些啊 竞争 market share啊 像竞争优势之类东西 暂时呢 暂时啦啊 除了这一段 这一段是因为mco给中国拿掉了 好 talk of you talk of you 不可以进口 美国 所以这一天呢 就由中国去填充了 那自从他们开始 自从没有mco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呢 马来西亚是慢慢的去抢肥市场了 啊 可以佛力前开 啊 可以佛力前开 一直去佛丢查的这个 手套嘛 可以卖出去了 ok mco的时候 mco的时候 只是可以开工 一般罢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你生产啊 你有生意做不到 因为你都没有公开 不可以开工 ok ok 这个就是 我从这个美国进口数据里面 看到的东西 我已经跟你分享了 你也不要相信我讲的东西 你自己去大陆这个 law data 你自己去分析一下 自己去研究一下 啊 看一下我讲的对不对 ok in case 你要拿到这个law data呢 ok 你可以这样子啦 我已经放在这边了 你记得 你去join我的这个 不是join 你去subscribe我的这个 啊 channel的members 然后你去community里面 你再去看这个 啊 啊 这边呢 里面有个post啊 这个 啊 你就可以 可以 导入这个整个 整个 不是 那个law data 这个原子的这个 资料 啊 你自己拿出来 自己去研究一下 自己去 准备一下 这个graph 自己去一个个 可以看 看一下你拿到的数字 是不是跟什么一样 看一下你看东西 是不是跟什么不一样 我刚才的数字是一次细丁丁手套 医疗手套啊 里面还有其他 我没有算进去 比如说塑胶的 比如说PVC的 比如说啊 那个 Litex的 那个我没有算上去 因为 那个部分是比较少 如果你加上去的话 可能又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看东西又可能不一样 啊 你可以自己做分析了 啊 参加不参加 subscribe我的这个member 不用channel channel 你就可以 记得我post里面 大陆这个就可以了 ok 当然 我这边讲的东西 是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呀 最好还是 所以最后的决定 最后的决定呢 还是你自己 谢谢大家